第五郡西贡大市场一带 与胡志明市三百年行程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 这是大部分越南华人多个世纪来立业和生活的地方 根据他们祖祖辈辈的风俗和文化传统 当华人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就会修建会馆供奉神灵和作为集体生活的场所 现在胡志明市有大概三十座华人会馆 其中一部分会馆有一百二十年历史了 其独到的建筑样式和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 这些建筑工程按照不同语言族群的传统风格修建 例如名乡、潮州、广东、福建等等 主色调通常为红色 按照华人的传统风水观念 红色会带来吉祥、幸福和兴旺 会馆的房顶由多层瓦片互相重叠而构成 层层叠叠的 碧瓦和黄岩分别象征阴阳 在胡志明市 几乎所有华人会馆里都有庙和殿 或者设在庙和殿当中 温灵会馆是第五郡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建筑式样的会馆之一 会馆坐落于胡志明市第五郡第十一坊老子路 由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市的华人兴建 这里也被称为温灵婆庙 因为会馆里供奉天后圣母 但当地人一般把这里叫做观音庙 会馆面积约一千八百平方米 属于中华庙宇的风格 承重框架采用木质 瓦片则是筒状瓦片 屋檐完全是福建人的建筑风格 弯曲上翘 飞檐斗拱 上面还有陶制的塑像 从会馆总体的建筑布局来看 当中是日字形 三排房子互相垂直 形成一个U字形 将当中的房子围在中间 与一些华人会馆不同的是 温灵会馆的院子比较窄 前殿的屋檐比较低 所以从院子里可以看到 瓦顶上的二龙戏珠 麒麟 孟皇的雕像 和陶土制成的人像 等形象 根据1869年树立的石碑上的文字记载 温灵会馆建于1740年 并于道光布子年 即1828年重修 后于1869年第二次重修完工 之后会馆还经过多次重修 但至今仍保持着建筑艺术的独特面貌 当中的古物也保存完好 到今年 会馆已有283年历史了 温灵会馆按照福建人的 寺庙艺术建筑风格修建 有瓦顶、琉璃、飞檐、斗拱 会馆建筑艺术上的特色之一 是龙凤形状的花纹和文饰 木制的浮雕、对联、垂花门 做工精巧 十分独到 会馆中留存至今的古物 有铜钟、大骨 还有一些铜制香炉 都是清朝光绪年间的 本身的镜头 现在又有十分钟 建筑艺术家饭 它是光岛的 在清朝光天 devil 那好的 他们有一些镜头 建筑箱的 他们在清朝光天 探索的 这种 我 在清朝光天 我是香港人,很靠近顺化古都 我是做旅游的,也很喜欢旅游 惠安有一个福建会馆 我也知道第五郡有一座很大的福建会馆 所以我觉得十分有缘能参观温灵会馆 我觉得这座会馆很具有福建人的特征 屋檐上有很多小而精致的塑像 我到这里首先是为了领略福建人的文化 也希望天父娘娘保佑我全家平安、健康、快乐 可以说温灵会馆的供房比其他会馆要多一些 这些塑像都有手工业者工整塑造,栩栩如生 既能展现每位神佛的神态 又能给前来参拜的人以亲近之感 会馆各处供房、香岸、垂花门都采用圆雕、浮雕、透雕 各种精巧的雕刻样式进行装饰 金光闪闪 除此之外,还有23块点额 他们的年代在1826到1908年之间 还有16幅对联 年代在1841到1901年 所有横批对联都以卷云或龙作底 雕刻上汉字 内容多为歌颂各位神灵的恩德 今天我到这里参观会馆 我觉得塑像很漂亮,很精细 我来这里祈求学习成绩好 这里的塑像很漂亮 还有我喜欢的电影人物形象 祈天大盛 我来这里求幸福和平安 温陵会馆建在大市场地区 一处十分繁华的地段 按照风水 前方应有一个湖来阵脉、聚气 让庙堂得以灵验 因此 1809年 会馆管理方在街对面修了一个放声壶 就在会馆前方 那里也是很多民众参观会馆之时 喜欢游览的地点 本着快乐做善事的精神 过去一段时间 会馆制式委员会 配合红十字会和各级祖国阵线 组织了多个慈善活动 帮助穷人和困难户 成立劝学助裁基金会 来赞助各种文化体育活动 为祖国的繁荣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通过第五郡祖国阵线委员会 红十字会和市政府 在过去一段时间 会馆不仅帮助华人同胞 还帮助当地的穷苦民众 每个月会馆帮助祖国阵线 介绍的27户困难家庭 辅助80位红十字会 介绍的老人 另外会馆还帮助当地 52户家庭困难的福建同乡 此外会馆还资助各个华人社团 如福建金龙舞龙艺术团 永川华文中心 以及其他的社团 会馆还积极响应 由第五郡发动的各种活动 比如报恩达义活动 终身奉扬广义省的 两位越南英雄母亲 和第五郡的一户重伤兵 最近温灵会馆制式委员会 配合第五郡越南祖国阵线委员会 在会馆成立了胡志明文化空间 来展示胡志明主席事业和生活当中的影像 包括胡伯伯为了民族 为了阵线和促进全民族大团结所做的工作 另外还展示温灵会馆 和第五郡祖国阵线委员会等各个部门机关 学习和遵从胡志明思想道德风格运动当中的影像 胡志明文化空间在会馆的落成 是将党的主张和决议深入民众的生动力证 正如我们所知 胡志明市第十一届党部大会 决定建设胡志明文化空间 来向民众传播胡志明主席的高贵价值 并将其视为胡志明市的发展动力 温灵会馆有很多华人 乃至当地民众到这里来开展宗教生活 通过参观胡志明文化空间 了解胡志明主席的生平 人们能够学习胡伯伯的高尚情操 比如勤俭廉政 大公无私 我觉得这样的情操 任何人都应该学习来提高自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温灵会馆的形成建立和发展过程 与全州人移居和定居的过程紧密相连 如今不仅福建人 还有很多国地外游客参观温灵会馆 祈求家道平安 参观这座带有西贡历史文化印记的建筑工程 温灵会馆于2002年被文化与信息部公认为国家级艺术建筑遗址 多少年了 会馆还能保存那么完好 越南是我生长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牢记这些传统特点 我移居到国外也很久了 偶尔回来还会去参观保留自己风俗习惯的地方 让孩子们将来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18世纪下半夜 大批南中国沿海居民到越南做生意或定居 相传他们在海上漂泊的时候 带着天后圣母的牌位来祈求保佑平安 在西贡以前的中心区域 也就是现在的大市场 集贯广东省广州市的华人修建了碎城会馆 作为机会管理移民帮助同乡 同时也是共奉天后圣母的场所 表达对天后的深深感恩 这不是我第一次到天后宫会馆了 我来这里前后得有十次了 因为我对这里的建筑印象很深 我很喜欢华人的建筑 每次到这里我都感觉很平静 给每天的杂乱生活带来一份宁静 最初这座庙的规模 没有这么大 比较小 经过各位前辈长时间的努力 购买土地进行扩建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庙的风格属于广东寺庙 装饰部分增加了陶土塑像 是广州的首艺人到越南就地取材制作的 那时的陶土矿坑属于现在的胡志明市第六郡 会馆的建立有三个宗旨 一是保存民族文化本色 二是发展教育事业 三是参加社会公益福利活动 另外 从1998年起 会馆还通过第五郡的劝学会 关心教育活动 组织帮助好学的贫困学生 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10月底 隧城会馆落成了胡志明文化空间 向华人同胞和海内外游客 介绍胡志明主席的生平和伟大思想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 在当地会馆中广泛宣传学习 和遵从胡志明思想道德风格模范活动 由此帮助华人同胞 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 学习和遵从胡博博活动 发挥民族传统美德 巩固和增强民族大团结 在当地落实好爱国运动 建立胡志明文化空间 是市一级的主张 会馆也收集了很多资料 来设立这个空间 由此当游客来这里参观时 也能增加对胡博博 各人和革命活动的了解 也能了解会馆的活动 在华人会馆中建立胡志明文化空间 是为了传颂介绍越南民族的文化价值特色 介绍胡志明文化空间 介绍胡志明的思想道德风格 由此从风格思维到生活情义各方面影响人们 让人们以胡博博为榜样 拥有高尚的举止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隧城会馆仍保持着古代建筑工程之美 香岸 神龛 垂花门 对联上的精巧木制浮雕 蕴含着独到的艺术之美 来到这里 人们不仅对壁画上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印象深刻 更为这些陶制浮雕的精巧制作工艺所折服 尽管历经百年风雨 上面的线条和色彩细节几乎保持原样 碎城会馆于1993年被文化信息部公认为国家级艺术建筑遗址 二府会馆地处黄金地段 以前叫孔子路 也就是现在的海上揽公路 会馆战地面积2500多平米 面前有一片大的空地 会馆是木质框架结构 瓦顶石墙 从总体来看 二府会馆是一座独特的建筑 结合了木雕石雕和砖瓦 如拱门是石质的 柱子则是粗木 有的柱子高达七米 柱角则放在经过雕刻的石墩上 庙里现存的古物 麒麟像为石质 而那些锤花门、屏风 都是19世纪中期和末期的物品 庙里总共有14处对联和30个匾额 大部分制作于1864到1901年 那些匾额和对联都采用圆雕 当中汉字的部分凸起 底纹是龙、云和江水 除了欧歌神圣之外 也有书法和篆刻艺术价值 二府会馆是胡志明市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会馆之一 除了建筑和雕刻艺术价值之外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价值 这里不仅能满足信仰需求 也是福建乡亲们聚会和互相帮助的场所 因此文化信息部于1998年8月31日将二府会馆公认为国家级艺术建筑遗迹 华人传民踏上了南部的土地 一百年后 他们的儿女齐聚豆湖渠畔 建立了一个都会 这就是我们如今所称的大市场 数百年来 华人世世代代在胡志明市第五郡安居乐业 群体不断建设发展 互相帮助 在胡志明市西贡嘉定地区 乃至所有南部人民心中留下了文化信仰的烙印 华人们修建的这些会馆 不仅具有文化建筑艺术之美 还为人们在喧嚣多变的现代生活中 带来了心灵的宁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